统统大展 叶姬长红 插旗台中港特定区 新建案公开嘉年华 搬来试驾200万游艇当奖品 喊出买屋就有机会把游艇开回家 现场赏屋人潮超级旺 要在软轰轰的无期海线房市再先买气 主打就是双核心交汇处 现想机能再赚增值 因为无期这个地方 它基本上海 陆 空 三个部分它都具备 只要可以上骑士 我就可以直接接果式 直接到无期了 所以相对性的大幅的缩转 东西部的一个距离的时间差 不只有三井奥雷进驻 加码二期为台中港2.0计划 添亮点 小带海陆空双港 临近文化路商圈 和南线捷运加持 高投包率和增值空间 都吸引不少在地客和置产客关注 西海岸的工业区非常非常多 目前我们做起来的话 最后的人口大概16万多 将近17万 那因为这个地方目前来说 还是属于低总价的市场 所以换算回来 投包率租金 大概都可以到3%到4%左右 台中港特定区是台中仅存 房价一字头区域 随着近年来海线崛起 也吸引不少知名建商墙卡位 交通建设优势 加上房价起涨点力多 也为无期市政中心再度金 参选组合本岛 参选组合本岛 参选组合本岛